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搞知现实 我是嘉欣 在之前的视频中 我曾说过 未来的New OS 是我理想中车机 该有的样子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我其实是一位 忠实的CarPlay用户 毕竟喜欢归喜欢 我也没这个实力呢 再去买台车 不过这也就牵扯出一个话题啊 CarPlay和原生车机之间 大家都是怎么选择的呢 我先说下 我用CarPlay的理由 最核心的原因 是因为宝马这种传统品牌的车机 实在不好用 导航基本是惨废啊 听歌要车机流量 再加上ID7的界面呢 也不好看 所以我干脆用CarPlay 手机操作导航 播放我自己的歌单 很方便 当然这可能也是很多 传统品牌用户的理由 只要你是iOS用户 车机在CarPlay 大多数时候肯定就有CarPlay了 原生车机怎么样 不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 当苹果在 WWBC2022的发布会上 发布下一代CarPlay时 能有如此高的关注度 因为CarPlay就是目前全球用户数最多的车机系统 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现在很多新车都没有CarPlay 特别是那些车机有一定智能化程度的车型 无论是新势力品牌 还是自主品牌 只要车机够好用 厂商们就会舍弃掉CarPlay 最多就是给你一个华为的HiCar 毕竟CarPlay是收费的 而HiCar免费 对于非iOS用户 或者之前也没长期使用过CarPlay用户来说 这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毕竟当车机功能足够 语音助手也够好用时 体验感受是远超过CarPlay的 可是对于我这样的用户来说 有时候还真离不开CarPlay 比如当别人在微信上分享给我一个地址 CarPlay的话 我在手机上点两下就能开始导航 但是在车机上却用语音输入 要是碰到些生僻字就更难受了 所以在智能车机越来越常见 也越来越好用的今天 CarPlay和原生车机之间 就不能和谐共存吗 身为新势力品牌 自由家就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让CarPlay回归到智能车机上 当自由家NV公布内饰时 自由家并没有宣传太多原生车机的信息 而是将重点放在了CarPlay上 在15.6英寸的中部屏幕上 CarPlay与Neutron OS之间做到了同屏显示 五分之三面积是CarPlay 五分之二是功能液卡 当然底部和大多数车机系统一样 是用来控制空调 座椅等功能的Dock栏 在大多数使用场景下 三个部分都能独立使用 互不干涉 而且因为是无线CarPlay 只要你连接过车机 上车之后手机就会自动映射 很方便 所以对于自由家NV的用户来说 你既可以使用CarPlay来挡横 同时也能用流创OS自带的应用听歌 甚至在不退出CarPlay界面的前提下 也能对车机甚至车辆进行一些操作 比如调遥空调 切换个驾驶模式什么的 这项功能听上去好像挺简单 但是只要你用过CarPlay 就会明白同屏显示有多创新了 当然自由家NV的CarPlay 在功能上和其他车型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Siri和车辆本身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CarPlay的功能也不会更多一些 最多就是在仪表上能显示CarPlay的导航信息 这在很多车型上其实是没有的 不过可能因为我体验的车型并非量产版 所以在UI界面上依然有很多 我不太能够接受的点 比如在同屏显示时 你能明显看到iOS圆角边框 很初误的相亲在屏幕上 而上下的Neutron OS都是充满屏幕的 虽然缺失的部分很小 可真的很影响美观 另外CarPlay在大多数车型上都是横屏显示 所以在显示比例接近正方形时 第三方应用的界面并不能完全的适配 比如在导航路线的选择上 是不是看着怪怪的呢 至于自由家NV自在的Neutron OS 无论在功能还是界面上也都不复杂 就像他们宣传语一样 不给用户增加额外的学习成本 当然优点也确实没有 语音助手比较常规 赶不上魏小李 但最常用的导航 播放歌曲 开个窗什么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在具备CarPlay的车型上 自由家NV的语音助手可能就是最好用的 帮我打开座椅通风 关闭座椅通风 帮我打开车窗 关闭车窗 附近有充电站吗 而整体UI界面的设计和操作乐机也比较简单 可能是本身的功能就不多吧 所以花个十分钟时间就能完全看个遍 不过有一说一 牛窗OS的字体和图标都挺大的 中老年使用也没有问题 另外作为新势力品牌 自由家NV并没有在车机中内置任何视频软件 也是让我比较意外的 毕竟第三方APP只有库尔音乐 喜马拉雅和一个新闻界面 在如今什么软件都往车机上装的大环境下 自由家确实是一股清流 当然在正式量产交付后 应该会有更多改变吧 对于华为用户来说 虽然李易南和华为之间 确实有过一些不愉快的过往吧 但是自由家NV也支持华为的嗨卡 同样支持的还有OPPO的卡林克 不过因为只是静态体验 时间也很有限 所以对于其他的手机进射方式 就没能体验到 等下次拿到量产车机后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自由家NV的完整体验吧 以上这些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还有点道理的话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和投币 下期节目再见吧